也有不少人力挺王金平 花蓮县长傅昆琦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面对媒体谈到这个事件 他不但称赞王金平对于地方建设不遗余力 更称他是恩师 希望他能够早日度过这场风暴 立法院长王金平卷入关说风暴 甚至被国民党撤销党籍 但各界力挺声浪不断 花蓮县长傅昆琦重话开炮 党主席要国会议长下台 又不是民国38年党国体制时期 而王金平长期对地方建设的付出 他更表示感谢 国民党11号上午送考级会研议时 傅昆琦正在吉安乡主持道路拓宽通车典礼 他不但以立法院毕业生的身份 称王金平为恩师 也希望王金平多保重身体 让这场风暴早点平息 联合报陈嘉伦 花莲报道